73. 《文匯報》 佔同雜物襲警陸巡婦表證成立 2015年7月8日香港新聞A10 《文匯報》信 記者道發組 銅鑼灣二和街毛業府 去年非法佔領期間 因不滿佔領銅鑼灣示威者吵鬧 從高空摘下三個橙及盛有西瓜皮的膠袋 更涉在警方上門調查時拿出賽刀及襲警 法院作就兩項襲警及管有攻擊性武器罪續審 裁定被告表證成立 案件去刷後至本月17日裁決 被告中美容60歲 前日承認兩項高空摘物罪 指他在去年9月30日深夜至10月1日期間 兩道從五樓與所向馬路摘下三個橙及盛有西瓜皮的膠袋 他在針對襲警罪自辯時稱 警員上門調查時氣氛恐怖 仿如視他作重犯 更有警員向他指若不認罪 隻手就會逼 找大狀都幫你吾到 更遭警員暴力對待 令他有手骨折 雷無封